左派的媒體 Young Turk 的主播 Anna Kasparian 她是個腦子不太清楚的人 大家還記得的話她就是在墮胎議題上面說 如果女人不殺死那些小孩的話 你要那些女人怎麼上班 你要那些女人怎麼活 殺死小孩就是最理性的決定啊 就連她也發現了犯罪率太高了 在節目上說出 我們應該要好好管理一下這些罪犯耶 但是她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這個明顯的事實是不能說出來的 不然就會遭到很多其他她的同事左派的攻擊 以下是她在節目上面的說法 三個警察被拘捕了 為了解的職務 在遭遇的捕捉 當中一位莫德瑞巴克的警察警察 被殺死 我不知道 可能我太瘋了 我不相信死罪犯 我會說 如果想要死罪犯 你不死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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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死罪犯 有效 你不死罪犯 你不死罪犯 我會死罪犯 這部隊的 這是一個重大發現 如果我們把 大量的暴力犯罪的罪犯 放到我們的社會裡 我們的社會就會有 更高的暴力犯罪率 是吼 難道說這個道理就跟 如果我們吃過期的食物 就有可能拉肚子 或者是我們把水倒進一個杯子裡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杯水一樣 這麼簡單的道理 對我們來說是常識 應該每一個人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對於左派來說 這是一個史上最重大的發現 而且是個錯誤的發現 這位 Anna Kasparian 馬上就被他的同僚攻擊 而且說他不在乎窮人 不在乎社會正義了 例如這位社會正義 Intercept 的記者 Tana Gavanna 留言說 Anna Kasparian 以為流浪漢一年可以賺多少錢啊 然後Anna Kasparian回答 這個人已經被逮捕41次了 這個事件之後 這個男的被放了出來 而且攻擊了地鐵的工作人員 把他打到鎖骨骨折進醫院 但是根據這個犯罪報道 這個攻擊人的 打斷別人鎖骨的 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WELCOME TO THE WORLD 我們來歡迎 Anna Kasparian 來到真實的世界 看到他這個推文下面的留言 可以看得出來 左派到底多沒有底線 多沒有善惡 多看不清楚事實 底下的留言基本上全部都是在罵他的 例如你PO這個 到底想要表達什麼樣的目的 你把這些可憐的人 當成是加害者 能解決什麼嗎 還有你不懂社會治安就不要胡扯 社會問題不是監獄可以解決的 還有是的 這個人的確是被逮捕了41次 但是我們要想的應該是 為什麼他會被捕41次 這41次不一定每次都是正當執法 這個人的憤怒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說真的啊 這真的跟就像我有的時候跟左派的 而且是自稱基督徒討論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的結論就會說 聖經上就是要原諒七十個七次啊 這樣的人自以為很有愛 自以為很有同情心 但是卻完全跟現實脫離 他們看不出來累犯的人被關起來 我們的社會會更安全 我們會更少人被攻擊 他們認為把暴力犯罪的人關起來 不代表你就安全了 這一切都是社會的問題 就算這樣的人被關起來 這樣子不公平的社會 也會製造出更多這個樣子的人 所以乾脆就把他們放出來 讓他們繼續犯罪 繼續打人就好啦 這個是什麼概念呢 就像我們去動物園 然後裡面的員工把所有的老虎 獅子星星 這些肉食動物的這個籠子全部打開 然後跟你說 沒差啊 都一樣嘛對不對 他們在裡面還是在外面 對你的人身安全 都不會有任何影響 他們如果要攻擊你的話 就一定會攻擊啊對不對 就是這個樣子的概念 那我就來幫各位解釋一下 如果你的左派朋友 也跟這位 Anna Gasparian 一樣發現了某件事情 PO在Facebook上 卻被他的左派朋友來討伐一樣 我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左派已經處於一個完全的神經病 沒有底線的狀態 這就是為什麼 左派的政治人物 沒辦法有任何的領導能力 他們活在的主義跟思想 讓他們必須要活在跟事實 完全相反的平行宇宙 在這個平行宇宙裡面 任何道德觀 就連地心引力 什麼廣義相對論 這些都是不適用的 在這個平行宇宙裡面 男人可以生小孩 然後因而不是人 可以隨時殺掉 在那個世界裡面 就連原因跟後果 都沒有任何的真實性 把一個暴力犯罪從監獄裡放出來 跟暴力犯罪可以繼續傷害人 沒有任何的關係 在他們的認知裡面 這些人就算還關在監獄裡 同樣的事情 還是有可能繼續發生 所以乾脆不要解決了 這個如果我們可以了解 基礎的原因跟後果 或者是因果效應的話 應該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了 但是在他們活在的平行宇宙裡面 因果效應是不存在的 除了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不管這些人 多驕傲地自稱是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 Warrior 社會正義戰士 但是其實他們對於正義 一點概念都沒有 這就跟所有的左派議程一樣 什麼綠能、環保 其實都只是在威脅人而已 事實上就是 社會正義就是完全的反對正義 正義不可以被重新定義 當正義被重新定義的時候 就不是正義了 不管在前面加上什麼樣的詞彙 都沒有用 例如像這件事情 把暴力犯罪的人神之與法 關在監獄裡面 不只是因為要讓市民可以更安全而已 更是因為把犯罪的人關起來 是在執行正義 這是為了正義 絕大多數的正常人 對於正義都有一定的了解 跟定義 正常的人看到一個人任意攻擊一位 50歲的華人大媽 就會要求這個正義被執行 要求這個打人的人進監獄 不是為了報仇 不是為了復仇 一般的人要的只是正義而已 正義對於無辜被傷害的人 是有必要的補償 當社會的正義被顛覆的時候 最正義的事情 就是把錯誤的事情扶正 因為這個樣子才可以伸張正義 就算有方法可以 還被攻擊的人一個公道 但是不需要懲罰這些罪犯 支持正義的人還是希望正義可以伸張 還是希望這個罪犯是可以得到懲罰的 正常的人會希望這些犯罪的人 必須得到某層面上的痛苦跟刑罰 是的 你會希望這個樣子犯罪的人 受到應得的痛苦 如果你在意正義的話 而且你真的有同情心跟同理心的話 你會在乎的就是真正的受害者 你希望他們能得到應有的正義 你就會希望那個犯罪的人 得到他們應有的痛苦 這個才是真正的同情心跟同理心 因為這個才是正義 正義是一種美德 而且是社會如果要正常運行的話 最重要的美德 當正義不存在的時候 任何其他的美德都不可能存在 這什麼意思 就是人想要做什麼事情 那個人就必須要為他自己的行為而負責 正義就是物歸原主 包括把痛苦還給那些犯罪的人 包括把安全還給那些受害者 屬於Alexander Wright的就是一個監獄 這是他種下的因 他值得擁有這個監獄 不把他關在監獄裡面 就代表他欠這個社會 那個監獄是他的治療 是他還債的方式 這是因為他自己的選擇 他選擇了做這樣的事情 他選擇了這個樣子的人生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不是為了把物歸原主 這個概念執行的話 你就不是在為正義而奮鬥 也就是說 左派他們的行為跟期待 就是完完全全徹底的違反正義 回家